你以为它只是普通的魔术球吗 它可以根据你的按压方式发生变化 两次按压它 它就会变成一根彩色的棒子 手感非常的不错 如果给它一个上下的力 它就会被压扁 变成一个彩色的网格盘子 你看它作为一个杯垫 是不是也很合适 欢迎来到脑洞作战部 带你体验脑洞大开的手工 我给它起了个名字 叫锦绣魔术球 因为它的外观 特别像五彩斑斓的绣球 而且你把它从高处扔下 它还会像果冻一样产生弹性 可玩性特别的高 接下来就教你们折它 我们把最常用的15厘米正方形材质 等分裁剪成4张小正方形 一共需要6个颜色各10张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 折这样的基础单元了 因为小正方形纸 不容易看清楚细节 我这里用大正方形纸 来演示折法 首先折出4乘4的网格折痕 接下来跟随步骤就可以了 这里注意背面折痕 与这条折痕在一条直线上 接下来跟着做就行了 然后另一头一样的折法 这样就做好了一个基础单元 换原本的尺寸就是这样的效果 我们用5个同样的基础单元来组合 用另一个基础单元叠上来 再把上面的单元打开 下面单元的角折进去 这部分再折进去 就完成了两个小单元的组合 然后再来一个重复方法 我感受了一个重复方法 让你打开 小单元的主要 让你打开 出来 直到把5个重叠组合完后 我们再首尾组合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五角单元 整个魔术球都是这样的五角单元构成 其余所有的纸都做出这样的五角单元 一共12个 每个颜色各两个 然后就可以连接它们了 这里有个重点 五角单元的每个角为两个连接口 我这里围绕黄色五角单元为中心 去连接其他颜色 每三个颜色连接成一个外子形交叉口 三个颜色是六个连接口 它们互相连接 为了避免你们看花不肘 我这里先连接每个颜色一个连接口 先把黄色五角单元的每个斜角 去连接其他的颜色 每个斜角口都可以连接平口 方法和组合五角单元基本一样 只不过不用叠在一起 这里是口对口连接 做好后是这样的效果 只需要一个连接口连接上 接下来再把其余的口互相连接好 斜角连接平口方法也是一样的 感谢观看 其余颜色都做好后 平面图看就是这样的连接状态 之后我们再来完善它们 互相连接完成外字形三色接口 接下来再把其余的口互相连接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好后以黄色单元为中心 就是这样的效果 每个连接口三个颜色 中间的空隙都是活动的菱形 侧面看每个颜色五角单元都连上了两个角 接下来再把相连的不同色五角单元两个口连接 方法还是一样的 斜角连接平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完成后就做好了一半的魔术球 每个连接的空隙也是菱形 给它倒过来从侧面看一圈的话 五个颜色的角分别相隔两个颜色的连接口 然后把剩余的一半魔术球同样的方法做好 颜色随意组合就行 然后再把两个一半的球组合 每个角对应对面的两个颜色连接口 也就是需要我们完成最后的外子形三色接口 这样就做好了这个锦绣魔术球 我们看一下完整的玩法 如果你开发出了更好玩的效果 别忘了留言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